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絕地求生M的全新地圖 利維科 這是一張2公里乘2公里的小地圖 主打15分鐘就能快速吃雞 並且有許多新玩法 這張地圖獨有的限定配件 我個人是推薦如果想體驗完整的遊戲 但時間又不多的玩家 可以在空閒之餘就玩個兩場 實在是非常方便 這一集也會針對利維科給予一些打法上的建議 那一樣話不多說 直接看介紹去囉 Let's go 那這一集一樣會有有獎真答 記得看到最後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 絕地求生M官方送出的虛擬或實體獎品 利維科是一張2公里乘2公里的地圖 900秒吃雞的可能性 完整的遊戲玩法與獨家的限定配件 玩家們可以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體驗完整的遊戲內容 我認為利維科可以吸引不少喜歡打熱情雨林這類高資源地圖的求生者 地圖中打造類似異世界的旅遊氛圍 地形多央性的關係 在一張地圖中需要綜合雪地與海島的實戰經驗 並且會有類似雨林這類小地圖 在地圖中的地圖槍身士氣的情況需要隨時注意進點動向 利維科地圖較小節奏也相對比較快 全地圖的跳傘範圍基本上都可以達到 鞋飛480-500的距離 基本上可以達到熱情雨林700-800的最快降落速度 那這部分求生者們可以自己到利維科試試看 詳細走入地圖中可以發現 它是一張結合了各地形的綜合地圖 最先引起我注意到的是 地圖東北部的雪地地形大家都知道 在雪地地圖中穿著白色系的套裝 能夠有一種保護色的呈現 那在利維科這種多地形的地圖 我個人就建議不要穿著純白色了 直接穿著自己喜歡的套裝即可 畢竟它有雪地、高山與草地等地形 穿著任何地形保護色 很容易造成堵圈、堵地形的情況 雪山對頭西南方有一個火火山 火山四周有放置幾輛機車 初期跳傘時若想使用 找車轉移的戰術或是火力車 可以長次降落在火山四周尋找載具轉移點位 Akuda 是一個古代工程 風圍與雨林山洞高價有幾分神勢 都有一個大洞口與特色建築 如果想探究神秘感的玩家可以來這裡看看 地圖的東南方也是我非常推薦各位可以去玩玩看的點位 Waterfall瀑布是我其中個人偏愛的部分 各位不要認為它只是瀑布 但其實只是瀑布沒錯 旁邊的水上摩托車可以讓你在瀑布上玩耍 順便來一些技巧性高的特技 其實這類的設定也不免於對於這張地圖增添的除戰鬥性以外的趣味性 中部的Reeds有一大便的入尾蟲 在這邊需要注意草叢下的敵人 這是我們俗稱的弘地魔 因為這裡的草叢比其他地圖的草叢區都還要來得高 經過實測長度大約到人物的腰上 所以在經過Reeds不免要多注意腳下的敵人 西北邊的魯冰花海也是同樣的情況 魯冰花的高度約為人物的腰上 所以也需要隨時注意地面的情況 當然各位想當佛地魔也可以來這裡試試看 其實是很有機會蹲食好幾個無知的敵人 那當佛地魔當然不是會趴地就好 必須先選在一個眼線能看到敵人的位置 不然也是只能趴在那當屍體 還有很多機會直接被掃死 千萬不要當頭鳥心態的佛地魔 那利維科這次配備了一般模式沒有的限定武器與載具 首先P90大家應該熟悉不過了 P90在前陣子的更新配備在團隊競技的模式 P90在利維科等同於UMP的位置 幾乎滿街都有P90的蹤影 這把槍練好能讓你在利維科前期就拿下好幾顆的人頭 畢竟他有50發的子彈裝填術 MK12是利維科的專屬射手步槍 專填數為28使用上個類似雨靈QBU的手感 定位上算是連發狙槍的概念 大腳車有四個輪子 他的懸吊系統很長是利維科的限定道具 那開始他去探究你的內心吧 瓜肉這一集可是正經八百的介紹 可憋著的 有獎真達來囉 你喜歡這一集絕地訓練您 瓜肉小教官溫和的配音 還是以往王派的配音風格呢 請回答溫和或是狂壞並說明為什麼 就有機會獲得 絕地求勝LEN官方送出的神秘禮物 最後跟這部壓扁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瓜肉G-U-A-L-O-W 瓜肉 瓜肉 同時也歡迎追蹤 絕地求勝LEN的官方粉絲團與官方頻道 我是瓜肉 再見 掰掰